上一季昨天吃蜜 帶大家吃了拉麵、鰻魚飯 Sukiyaki、居酒屋 還有令人自身在京都的懷錫料理 我猜大家跟我一樣都未夠猴 第二季我準備了很多東西跟大家分享 開季第一集 大家猜我們會吃什麼 第一集當然是重量級 吃壽司 現在壽司店一桌難求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了 出發 香港的壽司 Omakase平均都很高 如果你跟我一樣 喜歡吃吞拿魚的話 一定要吃這一家 Sushi Tokami 是東京米芝蓮一星壽司店 2017年來到香港開店 跟東京店一樣 香港店的吞拿魚 都是由足地最強的吞拿魚批發商 山痕供應 你好 你好 今天這裡的魚是15克 這裡的魚是15克 這裡的部分 上面是黑身 這裡的部分是中脂 半分的部分是中脂 這裡的部分是大脂 這裡的魚是天然的魚 所以養殖魚是不一樣的 魚的香味和味 味的濃度是不一樣的 這裡是赤米 超開心的 可以一次過吃到三個吞拿魚的部位 之前去日本 隨便進入一間居酒屋 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馬狗 但在香港就很難 所以很期待 這裡是中鶴 這類似的大鶴的筋子走著 所以筋子要垂直的方法 這樣就可以吃到便宜 所以很容易吃到便宜 泰奶魚的大鶴通常會熟成三至七天 這樣油香和魚香就更加突出了 請問一下 謝謝 謝謝 這個是赤肉的 一口 嗯 好吃 謝謝 剛剛那個呢 比它肥美少少的 嗯 味道很好吃 這個要拍照 嗯 嗯 它的油香和魚香呢 好好吃 謝謝 謝謝 這是馬魚的骨頭 謝謝 還有這個手捲 它裡面呢 是一些碎了的吞奶魚頸肉來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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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因為呢 刺碎了 所以裡面呢 沒有筋 果然有一些呢 很濃的魚香味 因為呢 因為它很細條 哈哈 我已經吃到100條 我忘記拍照了 我忘記拍照了 我應該會做到一遍了 不好意思 除了吞奶魚之外呢 它們還有白身魚 Hashimoto 山呢 就會用骨頭包著它 讓它熟成的 以四代ですね 以四代を今から塩と巣立ちの味で あの寿司を握っていきます 拿走 愛してみた ิ抗しやし 嗯 感覺很新鮮 師傅加了青檸和鹽 和白生魚 混合得很好 好吃 你們看看舊飯小小的 這個有10g左右 一口尺寸剛剛好 我不客氣了 最怕廣式壽司店 大大塊飯大大魚 壽司不應該是這樣的 那師傅會按照客人的習慣 做不同的壽司飯 如果你用手吃 或者用筷子吃 壽司飯都會不同 客人的吃飯 和手吃飯 就要把握方向的握方 這裏是用筷子的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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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筷子的硬度 就直接崩潰了 Sushi Tokami 的おまかせ 不僅是吃壽司 更加會有不少的時令刺身 這裏是成功鮮 這裏是香箱蟹 每年11月和12月才有 它是癡性的松葉蟹 所以可以吃到蟹籽和蟹糕 吃得了嗎 它跟松葉蟹不同 松葉蟹我們只吃肉 這個吃完蟹糕和蟹籽 很硬硬 很好吃 這是甜品泰 甜品泰 你們看看 它比平時的雞蛋深色很多 很特別的 好滑 好滑 好吃 而且它不會太甜 所有東西都剛剛好 來到高級壽司店 所有壽司都經師傅設計好味道 和調好味道 不需要自己去點醬油 除了醬油之外 師傅有時會加鹽 青檸 如果你自己要求暖加的話 其實就是改了師傅的意思 記得見到壽司 就這樣放入口就可以了 下一集 佩儀將會帶大家吃鐵板燒 鮑魚、龍蝦、和牛 連炒飯、甜品都浮誇過人 記得留意下星期六 沉浸食物